那但是當然了 目前川普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現在全世界都在為川普 可能會上任做最好的準備 可能一切都要打掉重練 對不對 華盛頓郵報要說 韓濱怎麼看 川普 據說他如果真的選項的話 要對中國進口商品 增百分之六十的關稅 最後國待遇要取消 所以這個跟中方的貿易戰 要進階囉 要擴大囉 比拜登在的時候更可怕 然後雷盟都又宣布了 拜登政府提議要求美國 雲端服務公司自行要檢查 是不是有這個外國 特別是中國了 實體進入 用美國的資料中心訓練AI 這個法立馬上也要公布 好 與此同時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 發布了一個緊急的通告 告訴大家 中國留學生 進到美國的時候要慎選機場 因為最近在這個華盛頓的 這個多勒斯國際機場 很多這個美方的學生 雖然拿著合法的證件 雖然只是出國去到第三國 可能度個假或是回去探親 或是出國或是去開個會議 回來莫名其妙 就被盤查滋擾或是註銷簽證 還有的被遣返回國 有的還滯留了十多個小時 這些留學生有個共同特徵 都拿合法的證件 期間受到長時間的詢問 電子設備被檢查 有的甚至被限制人身自由 十多個小時 目前中方已經向美方提出了嚴正的交涉 所以要求所有中國留學生 謹慎選擇機場 你怎麼看待這一連串的事件 其實大陸留學生這個事情 之前就有發生過 但是之前是比較零星 那現在這一次是開始突然很密集 數量很多 對 那當然中國大陸的大使館 現在是說你從杜勒斯機場進來要小心 可是我覺得恐怕未必是這樣 恐怕未來會蔓延到整個美國很多機場 都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是美國開始針對 中國大陸進行的一系列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帶有有色眼光 認為這些中國大陸留學生 你不是來做 不是已經是間諜就是來做間諜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有這種想法 所以拿著合法證件也沒效 對 所以他們就是 特別是如果你選的學科是 在他們看來是有高敏感性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對你特別盤查 所以這個就是 大陸自己的留學生要去思考 那有一些特別學科 你是不是還要選擇美國 還是要選擇其他的國家 這恐怕都是問題 那川普會不會再回來 其實以現在的整個狀況來看 川普回來看起來還蠻十拿久穩 因為他的民調也領先拜登 那現在美國這個 接近內戰邊緣這個問題 更讓他整個聲勢卻起 所以川普看起來是非常有機會會回來 拿回來 他一定會對大陸進行一些動作 這百分之百 可是問題是 他會進行到多誇張的動作 因為如果大家 會不會現在誇張很多嗎 我覺得未必 因為川普之前 確實掀起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戰 可是中美貿易戰的結果是 從川普一直延續到拜登之後 反而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依存度 並沒有降低 反而他們逆差還更擴大 所以 表示至少過去這 這七年來 美國對中國大陸進行的貿易戰 並沒有獲得成功 反而讓自己受到了不少的傷害 那川普這次再上來 他會不會再繼續往這個方向走 會 可是他會進行到多大的規模 如果像他們講的 對所有中國的進口商品都增百分之六十的稅 那馬上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美國人自己都沒有任何便宜的商品可以用 他立刻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他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嗎 你的替代國家是什麼 所以如果貿然採取這個動作 其實美國自己的消費者會遭受重創 通紅會更嚴重 對 那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已經不是很好 那你在選擇在這個時候發動這樣的攻擊 更不要說 川普上來 我認為他第一個要去解決的是戰爭的問題吧 他不是告訴全世界 只要他上台一天就可以解決烏克蘭戰爭 他是不是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上來之後有人這樣講 烏克蘭跟台灣一定會被交易 是嗎 不是不可能 因為川普就是個商人啊 而且川普還可能會在另外一個地方惹下大麻煩 就是加薩走廊 如果他上來的時候加薩走廊事情還沒結束 那川普過去是極度挺以色列的 他比拜登挺多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會不會在那邊惹出更大的風波 這都很難講 這一次是蘇利文飛到亞洲王 而且 而且而且是比較比較怎麼講呢 事先沒有做很大的安排 因為事實上蘇利文這個王毅去曼谷老早就約好了 那蘇利文要去曼谷見王毅 這是最臨時的 那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的感覺是美國 要把他這一陣子跟賴清德的這種所謂的紅線畫的結果 告訴賴清德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 那我其實我形容其實美國已經準備了一個孫悟空的緊箍咒 要放在賴清德頭上 叫賴清德就是說我要控制你了 你要不能夠做這個不能夠做那個不能做 給他框束 那他的進度回去要跟中國大陸做一個說明 那就藉著這個時候 因為現在我覺得 他總是交換到了一些他要的吧 否則幹嘛這樣專程跑一趟 他事實上 拜登已經已經給中國大陸一個送了一個大禮 哪有說賴清德當選 第一個就是說什麼不談 就是說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 這信號太強烈了 非常強烈 而且美國事實上他兩個代表團來 基本上都是怎麼講 很多閉門會談 我們都不知道談什麼 所以從這一個又一個的信號 這個信號也是夠強的吧 是 那基本上他美國就要回去邀功了 所以美國就要跟中國大陸講說 那個賴清德我已經跟他 我已經告這邊一條紅線 那邊一條紅線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美國中國大陸講說你要落實到行動上 那接下來就是說這一段時間 也就是賴清德 他這個1月13號到520之間 他的言行表態 美國要能夠控制得住啊 不要又搞成兩岸又怎麼樣 兵凶站圍 尤其是那個羅森伯 講到2758號的那個事情 對那個2758號 因為這個部分我想他們會談 可是中國大陸反應不是很強烈 他們的重點還是在賴清德 就賴清德的言跟行很重要 比較擊破的 那最後還有就是這段時間怎麼樣 就是說把他用什麼 把他管制住 不要製造一些狀況 讓中國大陸非得採取強硬措施 所以這個一連串可以看得到 中美共管賴清德 是很認真的管 中美共管台獨 還有一個就520 有很多話 大家就已經 那個這個王毅跟這個蘇德文就說 欸這句話叫賴清德講 這一句第二句第三第三第四句 開始在幫賴清德擬稿了 對就是一定要這些東西 哪些不能講 絕對不能講 絕對不能講 絕對不能講的已經 然後要他講的也講 他說這樣子的話 我們大家都安心 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 確保未來四年 不會因為賴清德的暴衝 或者讓大家意外 讓我們跟你吵起架來 對當然對中國來講 毫無疑問的 這個台灣問題就是核心問題 那現在又是台獨 先focus在台獨上面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 三度講到台獨 太陽星全校課費 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 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知名師 明知名師 成員 微軟 越位 今要去